赵露丝和陈伟霆,时尚黑色中的权力双异。 在华语娱乐圈,不得不提到权力双异赵露丝和陈伟霆。 凭借完美结合的才华和顶级时尚品位, 这两位明星不仅在艺术领域首屈一指, 更是充满魅力的时尚象征。 时尚黑色中的权力双异。 在最近的一次时尚活动中,赵露丝和陈伟霆以一身黑色装扮惊艳亮相, 赢得满堂喝彩。 赵露丝选择了一席黑色长裙,搭配高筒靴和宽边帽, 展现出既强势又性感的气质。 而陈伟霆则以黑色西装, 力领衬衫和独特项链的搭配, 显得同样帅气逼人。 两人各自散发出独特的气质和风格, 彰显了他们在时尚界的地位。 共同驰骋在大排量摩托车上。 不仅在时尚界抢眼, 赵露丝和陈伟霆还通过共同骑乘 大排量摩托车的方式赢得了粉丝的赞叹。 两人一起征服道路,迎风而行, 展现出强烈的结合力和坚固的爱情。 这一形象正是他们愿意一起面对未来所有挑战的最好证明。 气质与风格闪耀。 每次亮相, 赵露丝和陈伟霆总能带来新的惊喜, 在公众心中留下深刻印象。 黑色装扮不仅让他们脱颖而出, 更彰显了他们高级的时尚品味。 力量与优雅, 经典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打造出独特而不可复制的风格。 一起克服每一段旅程。 赵露丝和陈伟霆不仅在荧幕上是全力双逸, 在现实生活中亦是如此。 他们始终相伴, 共同面对各种境遇。 从一起骑乘大排辆摩托车征服长路, 到事业上的各种挑战, 他们的坚定和真爱始终如一。 在新旅程中展现独特风格。 每一部新动向, 赵露丝和陈伟霆都能创造出新的特别之处。 从时尚风格到艺术项目的探索, 他们不断创新和探索。 两人的完美结合开启了一段充满趣味和期待的新旅程。 通过以下视频, 让我们一同见证这对权力双逸的时尚精致和坚定爱情。 这些充满灵感的图片和信息, 不仅彰显了赵露丝和陈伟霆的美丽和才华, 还巩固了他们在粉丝心中的地位。 让我们期待这对权力双逸的每一部新动向, 共同欣赏他们在各个领域的闪耀风采。 赵丽颖工作狂人实锤。 成都之行疲惫不堪, 敬业还是自虐。 赵丽颖成都现身险疲惫, 引发网友热议。 她近期工作量大, 压力大导致。 在璀璨的娱乐圈, 赵丽颖的名字如同璀璨的星辰, 她的每一次亮相都牵动着无数粉丝的心。 然而, 近日在成都的一次商业活动中, 赵丽颖却以疲惫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 这一变化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明星光环下的她,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压力与挑战? 她的选择又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争议? 今天,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赵丽颖的世界, 探寻着背后的真实与选择。 赵丽颖, 这位娱乐圈的当红小花旦, 一直以来都以清新自然的形象示人。 然而, 在成都的这次活动中, 她却以浓重的妆容和疲惫的神情出现在镜头前, 让人不禁感到惊讶。 据悉, 赵丽颖此次是为了参加一个商业活动而来, 但她的状态却让人担忧。 赵丽颖的形象变化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一些网友认为, 她的新形象看起来有些吐气, 甚至有人嘲讽她像微伤。 然而, 也由网友站出来为赵丽颖辩护, 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选择, 不应该过于苛责。 这种争议性的评价, 让人们对赵丽颖的真实状态产生了更多的好奇。 除了形象变化外, 赵丽颖此次现身还因为一双高跟鞋而引发了争议。 这双高跟鞋虽然提升了她的身高, 但却让她看起来有些疲惫和不自然。 有网友认为, 赵丽颖选择穿高跟鞋是为了在活动中更加突出, 但也有人担心她的身体状况是否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这种担忧和争议, 让人们对赵丽颖的近况产生了更多的关注。 近期, 赵丽颖的工作量非常大, 她在多个项目中来回奔波。 这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让她的身体和精神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成都之行的疲惫神情, 正是她近期工作压力的直观体现。 然而, 赵丽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 她始终保持着对工作的热爱和敬业精神。 这种精神让人们对她更加敬佩和关注。 赵丽颖的疲惫形象让人们开始思考明星光环下的真实生活。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舞台上, 明星们往往需要付出比普通人更多的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他们不仅要面对繁重的工作压力, 还要承受来自媒体和粉丝的关注和期待。 这种压力让他们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和不易。 然而, 他们依然选择坚持和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好的作品和表演。 赵丽颖的疲惫形象也引发了 人们对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思考。 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 很多人都在为了工作和事业而奋斗。 然而,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我们是否也应该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呢? 赵丽颖的疲惫形象提醒我们,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也要注重保持身心健康和生活的平衡。 赵丽颖的形象变化和选择穿高跟鞋的行为, 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个人选择的尊重与争议。 在娱乐圈这个充满竞争和关注的舞台上, 明星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评价。 然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和选择权利, 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并理解他们的处境。 同时, 我们也要理性看待这些选择背后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避免过度解读和恶意攻击。 赵丽颖成都现身的疲惫形象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这背后涉及到的是公众 对于明星形象的期待, 对于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关注, 以及对于个人选择的尊重与争议。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关注的娱乐圈中, 明星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 然而, 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他们也应该注重保持身心健康和生活的平衡。 同时, 我们也要理性看待明星们的选择和决定, 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和理解。 赵丽颖, 这位备受瞩目的中国女演员, 一直以来以其敬业精神和专业态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 然而, 最近她在成都的一次行程却引发了不少讨论和争议。 有人称赞她是工作狂人, 也有人质疑她的敬业是否已经达到了自虐的程度。 究竟是敬业还是自虐? 我们不妨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首先, 不可否认的是, 赵丽颖的敬业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在娱乐圈中, 她已拍摄时间长, 角色塑造深刻著称。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赵丽颖都能将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 这与她背后付出的巨大努力密不可分。 她在成都的这次行程, 虽然疲惫不堪, 但也显示了她对工作的极高要求和职业素养。 其次, 从赵丽颖的职业生涯来看, 她的成功并非偶然。 每一部作品背后, 都是她夜以继日的付出和辛勤劳动。 她常常为了一个角色而反复琢磨, 不断推敲台词和表演细节, 力求完美。 这种态度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赵丽颖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 敬业与自虐之间的界限却是模糊的。 赵丽颖在成都的行程中显得疲惫不堪, 这一方面体现了她的敬业精神, 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外界对她健康状况的担忧。 长期高强度的工作无疑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过度的劳累甚至可能导致身心俱疲。 作为公众人物, 赵丽颖不仅要考虑工作, 更需要关注自身的健康状态。 毕竟, 只有拥有健康的身体, 才能持续为观众带来优秀的作品。 此外, 赵丽颖的工作态度也引发了关于敬业的讨论。 敬业是值得推崇的品质, 但如果为了工作而忽视了健康, 则可能适得其反。 我们应当提倡合理的工作与休息的平衡, 既要努力工作, 也要懂得适时休息。 赵丽颖作为行业的标杆人物, 她的行为也在无形中影响着粉丝和其他从业人员。 因此, 她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 也应当树立良好的健康管理榜样, 传递正确的工作态度。 最后, 我们应当对赵丽颖的努力表示理解和支持。 作为一名演员, 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敬业精神。 无论是为角色付出的努力, 还是对工作的高度投入, 都值得我们钦佩。 但同时, 我们也希望赵丽颖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平衡点, 保持身心健康,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 总之, 赵丽颖的敬业精神值得称赞, 但我们也应当理性看待, 关注她的健康状况。 只有在健康的基础上, 才能更好地实现事业的长远发展。 希望赵丽颖能够继续带给我们更多优秀的作品, 同时也能够照顾好自己, 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她。 请不吝点赞,